E-Tech扣款又出包了 在桃圆这名富人投诉 她的车在去年就报废 但是今年竟然收到了远通 寄来缴费单 时间是今年1月2号 让她一头雾水 只能说远通太荒唐了 我收到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很纳闷 我的车子在10月9号 都已经报废掉了 富人好生气 拿着远通的催缴账单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自己的车 早在去年10月就已经报废 没想到远通竟然寄账单来家里 上面交易时间写着 2014年1月2号 难道是幽灵车开上国道 妇人不满抱怨打电话 告诉客服自己的车子已经报废 远通客服却没有作为 这个月月初又再度收到催缴单 本来的两块过路费 加上挂号费用总共52元 明明车子报废没有开上国道 远通竟然还是要富人买单 国道继承收费 原本想变明 却不断爆出 e-tech乌龙扣款问题 幸好富人经过申诉 远通电收最后 终于撤销缴款单 记得简正峰 吴卫婷 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